当国人还沉浸在中国天眼的问世的自豪之中,全球的舍变天文学家已经接手建造下一代的超级舍变天文望远镜,平方公里阵地也舍变望远镜。 Square Kilometer Array,SKA今天,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,全体院士学术报告会上,中国科学院院士,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五向平做报告时说,一旦SKA建成,不管我们愿不愿意,BUS的领先优势,终将被其所取代,留给BUS领跑的时间不多了。 五向平说,自落成后的两年调试期,BUS前后发现50多颗脉冲型号选者,并证任一颗毫秒脉冲型,取得了在中国大地上,发现脉冲型零的突破,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。 SKA则是人类迄今国际天文学领域,建造的最庞大和最先进的设备,毁击了人类在天文学、无线件、信息、通讯、计算机、机械制造等诸多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。 五向平说,SKA将承载设定天文学未来50年的发展阴漫,有望和服包括Fast在内的单口径设定望远镜的缺陷和不足,希望同时获得更高的灵敏度,更大的市场,更高的频率和空间分辨率,更高效的寻贴能力等。 五向平说,中国将以大国的风范和责任,以及对卓越科学目标是在必得的追求,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,获得风口的科学回报。 他今天还透露,中国未来设定天文设备的布局,主要有两个部分,一个是国内,例如单口径Fast,一个是国际,就是参与干涉政略SKA自主研究与国际合作相结合,单口径与干涉政略协同发展。 五向平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